联盟第一人勒布朗章姆斯西游后,东部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班地负的变化,76人,凯尔特人,雄鹿,猛龙等球队间已经按开始较劲,尤其是76人和雄鹿这两支队伍, 字母哥与西蒙斯两位未来,顶级小前锋之争已经开始,推荐,斩皇上马次三级创造多项生涯里程碑总分超越诺天王成现一第一人,近来有位球迷在自己的社交博客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, 字母哥帮不住西蒙斯,但是西蒙斯可以全场统治字母哥,不幸看回报,这本是一条很平常的球迷点评, 但是西蒙斯本人不知道,怎么就在设计网络上看到了,于是顺手就点了个赞,表示支持这位球迷的观点, 不过现实情况并非球迷叙述的那样,在近日结束的76人与雄鹿的比赛中, 字母哥全场拿到了32分,18个篮板和10次助攻,西蒙斯虽然也是三双入掌, 但是数据与字母哥相比,还是选择了不少,只有14分,3篮板和11次助攻, 此外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还是字母哥带领的熊鹿队, 但是,有一点我们还是有必要提醒,西蒙斯虽然2016年进入联盟, 但本赛季却是他生涯的第二个赛季, 如今的字母哥虽然足够强,但是同时期比较来看,西蒙斯似乎还是更强一些, 只是不知道未来西蒙斯能否后来之上, 先前科比已经为字母哥定下了未来的目标, 角逐联盟的最有价值球员,目前他正在慢慢的接近自己的梦想。